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又到我桑普在台湾跟大家见面 杰斯在加拿大好像你的背景有点不同 是啊 我没什么特别 我转了进去那个房子录的意思 因为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比平时不同 所以我就刚刚起床变成了三更半夜就是桑普 所以今天早上 之后就会离开台湾一段短时间 那么怕不是香港了 所以今天是我凌晨时间录,我第一次录 杰斯就是早上的时间 通常他的时间一直都是我早上来晚上的嘛 现在就是我的凌晨,你的早上这样 你会去哪里玩啊?方不方便透露啊? 可以说日本啦 很多香港人的家乡 是啊 李慧琼的家乡 李慧琼的家乡 现在去到就变了李慧琼子了 是啊 琴子了 那我们有些譬如说 最近刺板名夫就是台湾的评论人 是啊 他带了很多人的团就去那个山口园 山口祖的山口 参考那个法官团的地方啊 还有有安倍晋三个夫人呢 会跟他说的 所以他们会想做的 我们当然去啦 那么呼吁一下新桑海神州的观众呢 就试试在日本都应该不少啊 野山捕获桑寶啦 不如 哈哈哈哈 我捕获我真的很害怕的 是啊 ok的 希望大家都努力啦 还有日本有很多同道啦 都继续在这儿呢 坚持香港人做的事啦 所以希望全球的人都可以关注香港 这点很重要 还有关注中国国际这点很重要的 那今天讲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国总理 Olaf Schultz 我德文都懂拼音的 就是Olaf Schultz 那这个就是 是不是香港叫做索尔茨呢 那在台湾就叫做肖茲的 好像肖肚南的肖茲 是肖茲 不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真的挺难译的 是啊 就是都有几大的出入啦 就是相对以前的 默克尔那样大家就容易很多啦 上一任的就是德国总理 默克尔是黑色的啦 就是黑的这个叫做基民党啦 而这个索尔茨就是社民党红色啦 今天叫做红绿灯联盟啦 社民党是左的啦 跟着自由民主党是右的啦 加上一个比较左的六党 就是在四月中旬的时候的 那这个习近平呢 跟这个Shultz见面之后呢 就说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远进 什么加速远进 突然间音乐椅是不是较快了呢 就不得而接了 喂 有音乐底才是离谱的 现在真的是神经病的 我发觉什么都要加音乐底下去的 民间也是这样的 民间也是这样的 接着到共产党那些也是这样的 是要加到音乐层底的 又不是加得比较聪明的 真是的 不好意思 闭断你 是 没问题 那这个呢 大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呢 它是两部分的 一个就是说中国 如何看乌克兰和以色列 另一部分就是说中德之间的经济问题 那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呢 他们在北京钓鱼台过賓館的见面 那习近平重复四要四不要 就是说什么 要以和平大国为中 不要谋持求一几利益 要这个为局势降温 不要火上磁 就是拱火焦油 就是标油 要为恢复和平累積条件 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 要减少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 不要破坏全球产业供应链 和产业链的稳定 废话中是废话 就是我问你说乌克兰 那你要停战不停战 你就说了 但是你中国只要一切断 对北韩对俄罗斯的供应 其实透过北韩供应俄罗斯 和直接供应俄罗斯都好 粮草也有 能源也有 武器其实通过北韩也有 一斬栏 河北战争是完结的 不过它不肯 说那么多都是民过是非 劝和速谈 不如它自己切断 和俄罗斯和北韩支援 所以中国共产党 说的没人相信 第二件事对以下冲突也是一样 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 第27、28号决议 防止事态国大避免局势恶化 保证加沙地带无障碍 可持续的人道主义进入 接着之后就是要遵守两国方案 这些东西 那是十万势的 只不过是说今天以下冲突之所以继续搞下去 甚至伊朗和伊朗 就是伊朗还有一个射飞弹打以色列 以色列想还托 然后被美国禁止 其实现在就是拜登政府不想以色列还托 不想以色列攻击哈马斯 所以结果就是导致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软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出现 那你说你不可以怪拜登的 那我就说 如果今天是川普或者共和党人物当政 情况有显著不同 那无论如何都好 这两个冲突 中国共产党是做炸糧的 哪个工业没有去给哈马斯 伊朗、敘利亚又是中国 跟着哪个人供应武器给俄罗斯打波克兰 又是中国 所以全部都跟他有关 好了 德国不谴责他 嗯 点头 yes 那个shows就嗯 卖屁股的卖 跟着一转一转去风险化政策 于是怎么做呢 产能过成 就在他说什么产能过成 接着呢 习近平就说 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 而是稳定保障 中德两国 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陷 互相相陷 市场高度依存 哇 就是我们抱在一起的了 要死一起死 意思是这样 而目的是什么呢 抱着大家大国合作 分化欧洲和美国 分化法国和德国 他这个用心非常险恶 而这个shows呢 就是索尔茨呢 就说 哎呀不要这么说 我们要公平竞争的 你不准有傾销啊 你不准有产能过剩啊 不准侵犯智慧财产权 知识产权 华锋 说完之后一落 接着呢带上了那些 Mercedes Benz 必斌 就是这个什么 香港叫做Benz Benz Benz的CEO 叫做Ola Kalanias 还有这个BMW 宝马的CEO Oliver Zipsy 两个是对的 习近平你说的对的 就是我们不是风险 而是稳定保障 我们会继续投资 我们不会撤的 这个就是德国 你问我德国是什么呢 必然是一个全世界最典型的 虚准主义版本 比张白更坏了 今时今日 谁真是能够硬硬对抗中国的呢 是日本 是美国 是台湾 台湾现在都是三岛一过半 但是起码总统黎晨德拉雅 将会下个月上任 接着还有英国都不行了 接着更差一点就是法国、德国 我觉得加拿大比英国好一点 澳洲就比加拿大差一点 就是我感觉 我不知道他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的 很离谱 请讲 是 我同意的 如果你提到加拿大 就是我经常都同在加拿大的香港人 因为说真的 这么说 因为杜鲁多的执政都已经一段时间了 那其实这里有不少人都很想换走这个杜鲁多 就是加拿大有个笑话很有趣的 是一个加拿大人 他不是香港裔的 不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西人 他曾经我说的笑话就是 他说其实很多加拿大人都很想换走杜鲁多 但是大家都想不到那个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呢 明明主流是很想杜鲁多走 但是他走也走不了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聊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有趣 但是我想我拆开了一点点 因为我也想说的就是你看加拿大 其实我觉得加拿大是这几年其实我觉得都是做得不错 就是在顶着那个中国威胁那里 但是这个可以日后再开章节的 因为最近在加拿大都开了听证会 关于这个中共滲透的问题 那杜鲁多是很正棍的 就是如果你问杜鲁多 杜鲁多在第一个听证会里 他只是说我承认是有中国滲透 但是当被问到对上两次的加拿大大选 有没有干预呢 他又说那又没有 就是是两件事来的 所以其实他都很tricky的 就是他说的就是有中共滲透 不过我们也挺得住 是的就是上两次因为他赢了嘛 他赢了怎么可以说是有干预到的选举呢 我怕这个还是灵害仗战 因为其实这个都挺有趣的 但是回到欧洲啦 德国啦 就是整个欧盟的武林盟主来的嘛 大佬就是他和法国都是啦 那我们经常都会看到一个问题啦 就是德国其实 我比较很熟悉德国的商人的 就是business man的 因为我自己以前做大陆生意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很多的德国客人 就是我其实很了解德国人的性格 就是你要他们全部卖了美国佬堆 他真的不会啦 那我想譬如说其实现在目前呢 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去风险嘛 这两年都是说去风险嘛 德国其实应该在形势上是应该 较为应该是积极点去做的 因为俄乌的战争其实他们和俄罗斯的 以前的合作也都是 很密切 比如说天然气那些 但是这个已经受了一个教训啦 其实德国受过几次的教训啦 包括早年产能过剩的钢铁 中国的钢铁的输出 是搞到德国的钢铁业塌了 跟着还有太阳能板啦 跟着还有俄乌战争之后 那你应其实德国应该要醒一下的 但是我明白一件事 其实现实也是很艰难 因为他们其实如果说吃钢铁 他们真的吃得最深的大佬 不是说笑的 起码一年里面 德国的出口有四成半 或者接近五成都是去大陆的 这个比例真的很夸张 就是如果你说突然间 德国一下子跟中国脱钩的话 它倒下的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不像美国 它的内需其实是很弱的 特别是这几年 就是德国的经济都不是叫好得去变 那这两年其实呢 如果你看回德国的商界 我想几两极化啦 大那几家 比如刚才提过的宝马奔士 还有化学的巴斯夫啦 或者药业的巴尔啦 或者还有西门子 西门子是正契弟的 就是契弟中的契弟来的 那这些呢全部呢 是左右德国政坛的可以 那他们其实呢 就会有另一个想法的 另一个想法呢就是 另一个想法就是 德国的另外一些比如中小企业呢 其实现在都开始有迹象在大陆呢 其实走得都走的 还有就是 怎么都分散投资的 比如有很多其实走了去日本的 因为日本有稳定的生产线啦 还有日本的开发 或者整个日本的思维啦 就是都比较接近德国 那其实 很多都已经走着 但是如果你说龙头那几家呢 他们是有另外的想法的 他们的想法是很奇特的 就是什么呢 人走我人 这个就是他们的 他们觉得今时今日是一个商机来的 因为竞争少了嘛 美企走 美企走越多越好 OK 留给我 中国市场 所以最近西门子说的就是说 西门子的高级行政官都说过 他说 喂大哥 我们这几十年都是在全球一体化 那条生产链已经在这几十年里面形成 你不是这么天真觉得的 就是我们用六至十二个月可以 可以就脱到勾 分散到投资 就是说他的言下之意就告诉你 就是你就算要我戒了鸦片他 你都给我几十年啊 所以西门子有个policy 现在就是什么呢 叫做不能不在中国 OK 是反过来走的 就是他认为就是 现在今天西门子 是一定要跟中国命运共同体 揽一叠炒一叠的 这个是很奇特的现象 所以才有这次你说 说真的在这个时间 你还访华的 然后还摆明有好几个议题 但是肯定全世界都看到 经济一定是摆在最头 那些俄乌战争以下还有台湾 等一会都可以说一下 德国总理怎样说台湾 连台湾两个字都不敢说啊 所以那些全部都是副题来的 最主要就是继续走进去中国 喂 谈得多少就多少 他一直都是强调公平竞争 其实你没可能 他都知道根本没可能是公平竞争的 但是譬如无论西门子 西门子那些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 西门子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如果今天在大陆这么恶劣的环境 都可以站得住的 在全世界都站得住的 这些就是他们几个德国龙头企业的 今天的这些概念 所以今天就找这个Olaf Schultz 就带队带团 接着就进去拜见皇上 这个就是大概的背景 这种所谓朝圣之旅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说看回欧洲和美国 其实两个都在面对着同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讲的 就是习近平和Olaf Schultz 讲的这个德中的贸易问题 就是讲的什么呢? 他们整个舆论 包括你看那些西方媒体 就是讲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好像讲到一个自由市场里面 有些人是不根据供需定律 制造了更多 比需求更多的东西 于是卖不完 剩下一大堆存货一样 喂 你要搞清楚 整件事不可以标签为产能过剩 是政府补贴 政府共产党补贴一大堆东西 故意供这些东西出去的 用低价贱价倾销不同的地方 其实不是产能过剩 是共产党开行马力 不理工需定律 因为它知道价格就是决定一切 我怎样价格决定一切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今天外面做个节目有人说 小米有一个Zoo 7 如果你卖去欧洲 譬如买去德国 换宣为台币大概是94万一部 就是这部电动车它是匹敌于BMW 94万台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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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二十多三十万港元而已 是啊 是啊 然后如果你一般的车 如果在那里买呢? 譬如你BMW那样 四百万台币啊? 当是一百万港币啊? 就是我想这个就是差价 那你想一下了 你怎样逗云? 那你说特斯特斯拉 Elon Musk搞了一大堆东西 你现在研发着一大堆东西 你还没研发出来 你已经公布着预定价格多少 它将你挫你七字 接着用Zoo 7 SU 7 就是小米那只车 再加上有一只很大的比亚迪 比亚迪是中国很大的电动车市场 不断倾销 我举个例子 我以小米的Zoo 7为例 它第一款的电动车的定价 定价啊 这个其实是定价 未折的 三万零四百美金左右 你如果算一算 应该有成二十万啊 是不是? 就是二十万港币 那样 其实是怎样指的 这个是最新款的 但是特斯拉 三万四千六百元 三万四千六百元 那记住 你的差价这么多 为什么会这么多? 因为中国政府 地方政府补贴了七千元 给这个Zoo 7 起码还没计算其他东西 以致的补贴是七千元 就是如果你不补贴 你三万七千四 人家的特斯拉三万四千六 特斯拉是赢你的 你一补贴 就是等于政府质低的价格 搞到那些车轻销去欧洲 打散了所有市场 接着这几个月 欧洲是不太平的 因为欧洲 欧盟开始要调查 中国轻销问题了 首先是欧盟执委会主席 黄德来恩 去年9月 去年 即是2027年9月的 国情资民已经说明了 全球市场充斥平价的电动汽车 价格被因巨额 国家补贴被认为质低 于是乎10月 国事报告 在欧洲议会 声称全球市场 正在被便宜的中国电动车淹没 反经销调查 预计今年下半年才结论 下半年一元都睡了 6月5号 6月5号定了 定了你公布 定了公布你要怎样实施 各国上有政策 下有政策 就是加关税 你有什么好做 欧盟是不是 就是说有些事 倚疑不决搞这么多事 接着最近耶伦又访问中国 有这么三大问题 电动车 太阳能光伏板 还有这个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 电动车太阳能光伏板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锂电池 是 锂电池 三个东西都有傾销问题 接着布林肯将会又去 讲完一大堆东西 接着信誓旦旦 拜登就说加你钢铁 那些什么金属的东西 三倍关税 甚至无法 301条本分分钟要 继续用回川普川普时代的东西 因为川普时代的关税 被拜登消减了很多的 现在戴琪这个所谓的 国家的经济顾问 就希望将它回复回 有可能回复回川普时代的 那种301调查的情况 你还搞301调查 没用的了 还搞reciprocity 总之你搞我这么多关税 我搞你这么多关税 你执低个价格去这么搞 行 那我就加回所有关税了 喂 你中国征收一些外国的电动车 多少关税 你自己看看 我就征收回来多少了 还有一个东西 你这样执法 我就照顾你 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打仗 共产党就知道你有时间 有时间线 它还用这些时间线来赚钱 所以这个是大问题 那你说产能过剩 我最恨这个字 我就看完这么多的中文报道 看了英文新闻 全部用产能过剩的字 何来产能过剩呢 全部人为造价 造仕 然后质低的价格这样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了 不止 不止 这里我有时间讲 告诉你 你桑普 你都中了大部分 我和你一样 产能过剩 就是共产党外危命题 其实某程度上我真的觉得 同意 我撑共产党的 因为根本不是个问题 如果你 如果 那个问题就是什么 如果你找不到问题的精洁 其实你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你说加关税行不行呢 短暂行的 但是说真的用了几十年 加关税是一个下残 为什么 你会给了个口识给共产党 又说什么全球一体化的 又说什么公平竞争的 什么什么 我觉得最伪善的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今天 无论这几个美国 德国 英国 整个欧洲 喂 西方整个自由世界 都不肯去讲出那个真正的 原因在哪里 大佬 现在在说的 刚才你提的就是補贴 但是我想再补充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不止補贴那么简单啊 大佬 在很多中国的所谓民营企业里面 其实它都是一个外包装来的嘛 它里面其实真的有共产党的 的成份在里面的嘛 这个我们说我们很多年前在北京饭店 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只是今天在华尔街上市的那些 那些中资的股票 OK 为什么他要用特定的一只 他用他的方法去做audit 在奥巴马年代放绿灯给他可以这样做 而不是用回美国机制的audit呢 就是因为他真的不养得出来给你们看的嘛 等会我们下一节都讲一下 这个共产党的党产 现在讲的 举一个例子 小米里面 大家都应该问一个问题 小米里面有没有共产党粉 OK 现在最近这几天 分带来的问题终于众议院到面都正视这个问题啦 你找中共合作浪费了 中共就是那个毒枭 你现在跟他整天谈公平竞争 这里有两个问题 就是补贴之外 共产党成份 他的持份在里面 你不能去回避这个问题 美国和欧盟是一定比我们更加清楚 但是你不够胆去面对嘛 喂 大佬现在讲的一个 是一个 直接是不公平的比赛来的 OK 欧美的 商界企业 他的对手是一个国家啊 大佬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为什么说产能过剩是浪费呢 第二个问题也都没有面对到 就是成本的问题呀 在中国所有的产品 我说你从高科技去到最低 夺一件衣服都好 OK 他计成本的计法和理解 和欧美是相当不同的 喂 大佬为什么大陆的东西可以去做到这么便宜呢 有很多因素 第一 他都不用renovation cost的 他全部东西靠打的而已 OK 他的工人 一天可以做 20个小时都可以 他完全没有人权可言的 劳工权益他完全不用说的 如果你欧美要讲劳工权益的时候 这些都是成本来的嘛 OK 你请也请多很多人啦 喂 大佬他 他同工都可以请啊 所以 这些你为什么没得去算的 我举一个例子告诉你 你听啊 在30年前 我们用着的一个食烟 用着一个一次性的伙机这个故事 那时候已经想着打很多关税 因为 鬼佬不相信中国人可以用一元人民币滑楼下几毫子 可以做一个一次性的伙机 打伙机 后来他们去到温州看到之后 他们相信真的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中国那只简直都不要命的 全部东西都不用成本的 那些人一天 可以做到真的很便宜很便宜 后来都简直是金拜下风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你计成本那里其实已经是跟他计不了的了 就是你用欧美的 还有就是品牌 今天说的就是 为什么不是产能过成呢 因为今天 今天不同的往事 欧美现在面对的 所有的 是中国品牌 这些中国品牌 如果你说美国的品牌 欧洲的品牌 是他们的成本里面是 是 count 那个 那个 image right 就是那个 image cost 就是他们那个品牌的 价值都会在里面的嘛 那你这些东西全部都不用的 或者还在整个生产 过程里面 中国是不用有QA有QC的 今天你那些 所有美国人 欧洲人 在买QA的那些衣服 为什么便宜到这样 那些衣服完全是 连Quality Checking都没有 那你很多东西没有的时候 所以中国计成本的那个计法 其实跟欧美是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你一定没有得跟他困的 如果你不肯去面对这些问题 索尔薯走去大陆 你就说大家要公平竞争 不要傾销 不要生产过剩 不要侵权 如果你问我 那你很简单 那你就叫中国做好这些东西 你才可以进入 世界市场 你今天的问题 习近平看死你的就是 你没有人敢跟我割席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是啊 以前有一段时间 因为律师的问题 但是我不可以讲很多客户的东西 有一家德国公司 就是我一直都抽这个客户 抽了很久 他们这班人 邏輯很强 组织能力很强 开会很准时 那个分钟完就那个分钟完 德国人就是这样的 是啊 德国人付价 自己都是这样的 但是 他是 politically naive 什么意思呢? 他不知道共产党 基本上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他以为在这个地方 有钱找 有银找就还未为输 只要有这样的专制地方 只要我找到银就可以了 我基本上是Play with Great Bruce 只要不违法 他不做违法的事 德国人 只要不违法的话 他按摩摩去做事的话 觉得都可以赚到钱的话 为什么不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他不明白 有一个基本点嘛 第一 政府补贴 不知道是政府补贴 是政府补贴自己的人的企业嘛 就是刚刚你讲的地方 整个政府有份啊 整班人一班人 哪里有民企啊 哪里有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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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啊 是啊 不要傻了 你德国那班人 去到中国做生意 做一年两年都知道 全中国哪里有自由市场的 没有的嘛 你就算街边 卖一些东西的人 他一定跟党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再不要说一些中小企业 是没有可能说 脱免于党的控制 所以 杰斯里说的是很对的 我就说 有几点跟大家补充 中国有一百多家 所谓的民企 其实都是党企 只得两家赚钱而已 那剩下98家 那它为什么还存在呢? 因为一堆是水喉照着它嘛 它根本不需要care的 哪两家赚钱呢? 声称赚钱呢? 比亚迪 比上汽车 就是BYD和Lee Auto 好了这两家 一去到这个欧洲里 血洗 为什么呢? 将所有的market share 占为己有 那么突然之间确张 由2018年的时候 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占成了欧洲 1% market share 去到2023年8% 预计2025年下一年 15% 185几何级数上升 为什么欧盟会ring a bell? 因为觉得 哇 这样搞法呢? 不行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只是说进口电动车 是累计的数量 就是说 其实现在一旋旋的人 有一个大新闻就是 1月 载着5449部比亚迪新能源车 一只船的开拓者1号 汽车运输船 一路由深圳小莫港 出发 去到欧洲 先去荷兰 在德国的北来梅 Brandman 停 交3千部车 一交车 很快就算了 这个就是情况 你说比亚迪是一样的 那么你那些小米呢? 小米内销为主的 那么最近拍了一套片 你大概看那些 Twitter也有的 就是现在的X 插那支所谓的充电器 就是我们家有的地方 电动车就是那个地方插充电的嘛 拔不出来啊? 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怕拔断啊 哇 很多这些片啊 还有你可以用手 按那个车头可以凹进去 车前面有个保险杆的 那你按下去呢 捏那些橡皮车 就像拆胶那样的 按下去 弹一点点 按下去 接着有个人呢 把手放在这个地方 想看里面有什么 一放 拔不出来 这个你看到所有片都有的 这个就是所有危机 再不要说比亚迪呢 已经供应了 超过2千部的伦敦 如果大家伦敦啊 伦敦的巴士 是用比亚迪的电动车的 突然之间有一天呢 London Bridge不是Falling Down 是有个比亚迪的巴士 Self burning 自然啊 自然的情况 就是自己燃烧啦 现在 直接 recall了 二千多部的东西 叫做赤请回走 其实英国 真的很垃圾的 你今时今日都明白 中国是什么国家 你以为是正常的 国家和它做生意 多什么 这些东西全部是害鬼来的 它未必装一些晶片 去偷听你的东西 但是它的性能 如果不行 它自己燃烧的话 真的会出事 所以我说 我奉劝 在加拿大国内 在美国国内 在台湾国内 记住一件事 听我一句话 我不是由法联立 我只奉劝一句大家说 想保命的话 真的不要开电动车 你用传统的车 很好考的车牌 很好去游站加油 很好用一个普通的车 基本上是比一个电动车安全多的 电动车是靠什么 其实是靠AI 一个精密的 这种情况 是啊 是啊 要害你 它知道桑普开个电动车 立刻按制约 立刻补充 不就不死了 冲下懸崖了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 你信这些东西 真是千万不如 我很希望大家 Made in China的国 所以我刚才 我没讲完 我就是说 你说最有调查到 你喜欢怎样调查 怎样调查 欧盟 你出个报告 其实一定是说中国是有补贴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solution就是加关税 但是我真的很想问 很想强调一件事加关税是否唯一一个办法呢 国家安全如果你针对电动车 甚至你电池都是 或者所有未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国家安全 大过关税 我想说 用国家安全就已经可以 你救不 这个问题就是欧盟或者美国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跟他say no 告诉他听 你这些东西多便宜都好 或者我加多少关税都好 sorry 我不想加关税 我直接stop你 因为这个是和国家安全有关 那部车不是 大佬那部车真的不是跟你说笑的 桑普是说得很对的 大佬 就是怎样用 Made in China的电动车 其实等于一样东西而已 今天有很多人都会理解 我怎样便宜都不会用一部 华为或者小米的电话 那同样道理 怎样便宜都好 你怎样 你连电话都不敢用 你敢去开它那部车你没事吧 那些晶片是可以遥控的 还有就是会收集大数据 只是这两个原因 已经足以令到欧洲和美国 直接stop了那些车进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简单 今天讲什么 要大家习近平和Olaf Showles说什么 大家不要拥抱这个单边主义,要拥抱多边主义 我顶你个废,如果我是索尔书,我真是兜口兜命,我顶你个废 习近平,我现在带着我这帮商家佬来 就是跟你讲德国的商界市场准入的问题 喂大哥,你就可以进来,不让你进来就鬼差那么吵 然后外企呢?今天在中国市场的外企又如何? 哪家可以进去哪家不进去,全部要讲政治正确 要拆你鞋子,要拆你屁眼,然后才可以进来 你没有市场准入的时候,做你凭什么资格跟我讲市场准入啊大哥 大哥,只是这两样东西都比你说加关税 你一说加关税,他就变成那些受害者 哎呀,你们又欺负我了,八年屈辱又走出来 OK,这些跟船肩炮利是一样的 如果你回回百多年前,打磨你,不是说笑的 如果是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哪些年的时候 那现在不讲这些,但是加关税都是下策的,我想讲 但是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没有人敢讲 是的,我稍有不同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呢 你整个principal我完全同意的 就是我们也认为,我觉得是策略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你用国家安全的方法来禁电动车的话呢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呢 人家会对等反制 就是今天你用国家安全来做这个地方 那大家就揽炒了 那你禁比亚迪,我们禁你所有的东西 这件事是重要的 而且你禁得中国车 其实同样的理由都要禁回自己的车的 那就变成了人家就很奇怪 你是不是禁制商业自由呢? 我就在一个地方,我会这么说一看 但是关税呢,其实你可以实际上高到一个位置 实际上你没有办法来这个地方傾销 但是好处是哪个地方呢? 我加你的关税 你那本事不加回我关税 对等反制 对等反制 我关你300%关税 3000% 3万 30万 300万 3000万 那你就加回我3000万 那实际上大家就揽炒了 那你唯一样东西就是说呢 美国做的电动车 就要在美国销售 可能就没有贸易,没有贸易这件事了 那你就没有了 我会觉得这件事的话呢 就是一个策略问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加关税 是可以融受到reciprocity 国安呢 你融受不了reciprocity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有一个内外 都要不要矛盾的地方 所以加关税的好处就是这个地方 那你说特朗普之后会怎么样呢? 一定加硬啦 你不要说这些电动车了 其实中国制在墨西哥做的 以现在美墨加的协议呢 中国的汽车在墨西哥做 消去美国是零关税的 那这个就是 那就是 就是跟分泰尼一样 是啊 部车跟分泰尼化 是啊 分泰尼化 没错了 那你譬如说这个Marco Rubio 最近是3月5号提案 就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就要求中国进口的汽车加清高塔 2万美金的关税 2万其实我觉得很少的了 是啊 2万基本上是等于什么呢? 一部车才3万多 当然少啦 那2万基本上 我觉得加速20万都没所谓啦 那你看看香港的车 为什么卖这么贵? 香港的车是接近100%的税 打到香港人那里 所以 为什么你在香港买一部Benz这么贵?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不是借我 我反对这个加关税啊 这个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 都已经走出来了 就是说反对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他的道理就是这样的 他的道理是很变态的 他就是说 喂 如果你加关税的时候 加惩罚性关税 那边就会反制 就是你刚才说的 然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汽车 因为德国汽车是龙头来的嘛 Benz、宝马、大众 来来去这几只啦 等等 波子那些 那全部都是龙头来的嘛 所以这个影响到德国利益的 德国现在基本上是反对 是帮中国手 是反对欧盟加这个 惩罚性关税的 所以说回索尔树那个访华之旅 我觉得他有些东西说得很离谱 比如他为了讨好中共 他竟然说迟早的啦 中国的汽车都会进来 说得很轻描淡舍这样 我觉得是很离谱啦 就是 大哥告诉你 不是你没有教训不要紧了 大哥你已经是一次又一次的教训 而德国每一次都是重度认一认的 就是产能过程的钢铁啦 大倾销啦 中国钢铁的倾销啦 或者还有这几年太阳能板 喂大哥 太阳能板的工业 在欧洲 以德国为首的欧洲 接近消失了 因为太阳能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OK 总之大概的概念就是 一百 如果你在欧洲要一百元成本的 顶他个费 他十几二十元就能做到的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光顺大陆那些企业 已经坏了 喂 你如果真是今次给电动车都进去呢 喂 就是不用玩的 是啊 就是 欧洲和美国的汽车业 其实可以 就是直接崩溃 那就是这个 是啊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会说 有些人说 台湾其实很弱的 你看看其他国家 民主自由国家 比台湾用这么多 我只是说一件事 我要马英九为例 马英九在台湾是Nobody 就算在南营那方面 也很多人不拜他 OK 不要说六营其他人了 OK 所以他Nobody 他没有党职、没有公职 去大陆到中国到訪問 都已经烧头烂的 你不是啊 德国你总理 你Number one 你去中国访问 敢扣头发 所以我说 德国那种所谓的 对于极权主义的一种警告 agility agility 那种敏锐度 太低了 OK 就是这个太低的地方是什么呢 以前你对希特拉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方法 OK 今天你对共产党 中共没有任何的认识 用一种认为 哎 有钱齐齐找就可以了 你做一个恶魔出来 你恶魔就是影响到你的国家 起码我会认为 第一 台湾没有电动车的产业 它有周边的产业 比如一些不同的component 去生产油 只是正面都够了 是啊 正面都够了 那当然了 在这个地方没有傾销问题 台湾用电动车的比例 其实相对少的 你问我 相对少的 都是用回传统汽车的 OK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 对中国的汽车一定很防范 不会好像 哇 这些这样的 就是台湾有Tesla的 但是很少 贵 但是你说去到这个关税 但是你说去到德国的话 哇 这整堆的没有予一无人之境 现在你要调查 整一年 我认为九月十月开始 到现在半年了 还没有结论 等六月 六月之后 就拖过一大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我看这些东西 讲到白痴 接着中国我不管你 中国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是中国电动车企业 受益于国家保铁业反傾销的致用 完全搏弃 它说你再追外军 我一月啟动对法国干一 白痴地的反傾销调查 你那些什么人头马 这些就是最害怕 是啊 就是偷马 你要调查我 你要调查我 什么铜板 电动车 太阳能板 什么生质柴油 有什么保特瓶PET用料 行 你要调查 我先调查你干一 我怀疑你反傾销 今天行 我怀疑你傾销 于是可以跟你做反傾销调查 共产党就是说 你怀疑我 我先将你军 这个就是共产党 你今天欧洲都没醒过 这个是你的对手 你不是跟它竞争 你要砌塌它 今天你不是砌塌它的话 你永远没有好日子 我常常都这么说 你去姑息縱容中共 虽静投降 结果就是全球不安 你只是靠美国搞定 喂 窮欧洲你没有骨气 台湾窮不窮 台湾现在最近有钱了 很多国家都很窮的 是不是 都有骨气 日本你说是不是很有钱 是 但是它都有失落的30年 喂 它都有骨气硬起来 菲律宾窮不窮 窮了吧 小马赫斯都要有骨气硬起来 骨气跟你有没有钱 是没有关系的 你看香港2019年那帮人 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冲出来 是有骨气的人 有勇气的人走出来 我就说了 去到今时今日 这帮德国 窮L不是笑你窮 是笑你没有骨气 窮不是罪过 英国我知道老欧洲是很窮 所有的东西很麻烦 但是你没有骨气先 你没有骨气 我怎么看得起你呢 所以我就说了 今时今日 去到今天 就是德国的appeasement的虚准 是因为它和俄罗斯 和中国的经济、政治、需要利益 紧密扣连 你从来都没有去风险化 口号挂在最边 不过 不过呢 有趣的 就是 德国这个民族 从来都是很有趣 就是社民党其实 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去看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这个弱势的总理 相对默克尔 但是无论默克尔也好 无论是基民党的默克尔 都行得不错 但是不要忘记的就是 就是这个德意志的共和国 其实走来 或者你都会见到很多的例子 曾经见过 有希特拉 或者还有就是 无论默克尔 或者今天的奥特朗斯都好 其实他们是挺向往 无论默克尔的 就算默克尔当年也是 就是 整天很享受 很自我陶醉 就是只有我可以跟苏联打架 就是我是东德走过来的 就是德国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会理解就是 喂 那个今天还在说 一个遥远的中国 我们跟他又是命运共同体 还有那个极权很远的 离我们 就是如果讲徒情 所以 就是他们有这些想法 你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 就是他不会像美国那样 很西部牛仔的 拿着那些原则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那你就算我们有时候批评 拜登和特朗普 但是你就算拿拜登出来 就是我们觉得较为软弱的 但是都好 跟德国比 德国真的是 就是 就是 是另一回事来的 就是 就是 你举多一个例子 我刚才都说的就是 我真的很生气 就是 明明 就是奥拉斯扫斯 是去说 他说 去之前 访华 他说了 我会提人权的 我会提台湾 台海问题的 他怎样说台湾呢 如果我们的邻居是一个高大健壮 肌肉强壮的人 我们总是会有时想跟他打招呼 确保他不会伤害我们的 整段说话 他暗指台湾 但是他连台湾两个字 几乎都没有说过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是 这就是德国 但是就今天 没办法的 他都是 他都是 他都要 都是两边 他没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 我想没有可能 会完全 站在 俄中这边 就是我想就不会的 那还有的就是 这个都是一个 弱势政党 就是今天不是完全 社民党执政 还是不同的基民党 那后面 譬如今天 德国外长来自 綠党那位女士 我忘记了 什么Annebret 忘记了她的名字 就是那些 其实就会强硬了一点点 不过就在那些小党那里 这个是德国今天 我就说 补充两点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就是说 刚刚你说的同制大学 为什么共产党怎么玩它 他玩了之后 他都觉得乐此不疲 找一大堆学生 我知道 又问那些低能问题 讨论大话合法化问题 就是说 在德国那里 可不可以吸大麻的合法 我也想去德国留学 阿尼周先生 是不是OK的 那他说 其实我们都不是鼓励别人 吸大麻的 我劝你都不要吸 就好像做爸爸 做妈妈那样 就是人家玩鬼 那些学生你觉得 是被他自由发言 全部跟党的稿来读的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你知道德国的哲学是什么 很重要 我自己看回 德国那种哲学和英美很不同 英美是讲common sense 是讲传统 就是由传统 一直慢慢衍生 变化的东西 德国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zeitgeist 什么是时代精神 你看那个 不是时代革命 是时代精神 zeit就是时间 是时代 geist就是精神 geist也认为魔鬼的意思 他觉得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代的过程中 有一种力量 在驱动历史的进步 而人是需要符合这个 时代的精神才可以 这叫秩序 这叫ord known 英文叫order 德文叫ord known O-R-D-N-U-N-G 就是你要符合这个秩序 你要符合这个时代精神向前跑 所以这种想法 跟克格尔·马克斯的想法很像 那哪一个有marked M-A-C-H-T就是power 就是你能够主动做这个恶用 所以他是崇拜权力的 这个权力在他前面 基本上就是在创造一个秩序 而这种秩序 就是启动到时代精神 他会成为他投入的第一元 为什么希特拉可以在德国生根就是这样 到今天 这种德国的民族的精神 这种想法是没有变过的 我在台湾读书 很多刘德的教授 都说是 是 是说的这套东西的 OK 那这套东西的话 你要去完全洗清楚它 很难的 除非你要重新 学英美那套东西 我们香港学的 其实基本上是英国 基本文化文明的潜移物化 就是讲常识 讲食老 讲执沙 其实是什么呢 你想一想 你自己想一下 人同刺心 心同刺利 大家会想这件事是对与错 但不是崇拜权力 不是西瓜灰大便 不是讲有权力的人说是对 不是韦逆信有得说的就是对的 你可以批评 因为你有常识 德国是很少这件事的 哪个有权力的人 挨上去 时代精神 对 这件事很可怕的 我自己看德国企业里面的管治模式 是这样的 老板讲话下面就要听 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 香港人有 有 但是说完之后心里面都不服的 出到在那里骂老板的一大堆 这个叫做日常生活的对抗 就是现在讲香港人 但是你说德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很普遍 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 好 这个是另一个话题 其实还有一个德国大人物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他的文学 其实从他的文学可以 其实都要去试一下 如果你想看德国的DNA是什么 还有一个人不能忽略的 哥德 看看什么叫浪漫主义 那浪漫主义不是在文学上的 就是这个是 但是如果你看哥德 其实你就会很理解 今天德国人那种想法的方法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很有纪律 但是原则又没有 又未必很有原则的 就是很 德国人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来的 就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 不过有机会 其实也都可以去看一下哥德的东西 就是说那个魅力 魅力是什么呢? 用中文词是不是鬼字 有没有一个末字 是的 其实是鬼来的 这个是精灵 是的 这个精灵就决定了你的秩序 这个就是德国很有趣的东西 英国、美国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的 没有的 他没有那种叫精灵的东西 德国是很多这样的奇怪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很细微的东西 是决定了他后面想法的方式是不同的 是的 很有趣 很重要的 尼采你可以看一下 尼采是比较的 尼采是比较的 是的 但是他整套东西是很一目相识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又很长了 那我们又要休息一会 回来第二节 我们会回到傑斯频道 讲一下中共最近的党产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傑斯频道的时候再见 好 好的